党主席黄昆辉说他预见的是未来两岸政策 在这样的人事布局之下会有所谓的暴冲 《苹果日报》今天的社论里头点出了一些问题 他说换心腹推进两岸 刚刚说王玉琪是马的亲信不是刹车皮 而是油门 是否意味着将在两岸关系上踩油门到底 争分夺秒大干快上 中国下个月召开十八大 与台湾关系较密切的习近平即将上台 马是否与习已有加速推进两岸关系的默契 换下自诩构储刹车的赖信员 任命一往值钱的心腹王玉琪与习近平当局接轨 加速完成两岸经贸统合的收尾 策马进入下一个阶段的政治谈判 并且在马任期结束前完成一定程度的政治协议 好让台湾回不去了 赖的阶段性任务是两岸经贸促进的法治化 而新阶段更重要的是政治性任务 就不能够假守赖这样的外人 必须由心腹来落实 那我请教仲冬大哥 怎么样控制那个论点 现在一个 两个角度在看这样的一个问题 联合报的黑白集不要小看它 事实上联合报的每一篇的短篮里边 中国政治局他们都在看 这样的一篇一个短篮代表的是什么 你这个马云九你都乱搞嘛 这样的乱搞 我在考虑陈云林怎么看待这个事情 陈云林所属的那个胡锦涛 所召集的那个几人桥组里边 他们怎么看待这个事情 你这根本不是瞧不起我中国 可是另外一个角度来看的就是说 为什么需要这样的亲信来做 为什么派一个传令兵去这些陆委会主委 就什么都听话了 什么都听话了之后 他说不定什么都给了 这个里边的那种秘密谈判 里边秘密协议 搞不好这弄出来一个 我们台湾人真的没办法一个翻转 你可以把国民党推倒 可是你发现 马云九的时代 跟对方签了什么秘密协议的时候 我们怎么办 来 津南 我觉得他已经告诉你 他在去年的10月17号 黄金十年的那个记者会 他就已经公开讲 他在里面讲就是要谈和平协议 那时候联合报跟中国时报都做过民调 其实台湾社会对于和平协议 这个名称其实不反对 但是在这一个状况下去看这件事情 能透明吗 过去两岸政治政策不透明 人民可以放心吗 是 但是放在今天来看 我觉得他都已经开大门走大路告诉你 其实那时候金浦中用台湾加油站的那个执行长的身份 去美国的时候 他在接受访问 911接受访问的时候 他两岸未来接触 只要有利于台湾不排除任何可能 他在讲的是包括马云九访中 那还有包括和平协议在内 所以我认为他的目的很清楚 他值不值不是今天大家在这里谈也不是所谓的联合报在小社论在这里批评的 马云九觉得他值 那今天我们长期看马云九跟金浦中的关系一路以来使命必达 所以金浦中会帮马云九创造他的历史定位 过去每一仗都打过了 那未来这一关也没有所谓的选战要打 但是有一个历史高度必须要成就 他不一定有利于台湾 但他一定有利于马云九 那马云九在做这些不采 这个很严重 不一定有利于台湾有利于马云九 那到底是什么 当然他所有一切的出发点就是成就于马云九 他今天权力来自于谁 来自于马云九 马云九今天会指从谁而来 金浦中在这里面出了非常大的力 所以他们在这里面有一个相互相生的一个关系 今天我们要看这一盘局 我还是认为未来在两岸上面 他要创造他的历史定位 没有时间 因为财经这里他已经死当 没有任何的机会 他不可能在财经在内政上面创造任何可能 所以形容放弃就是了 目前看事 来 徐书本委员 那是无从监督吗 看起来 情势有一点点危急 我常常在想 一个人要创造自己的历史定位 那个历史定位是你在事的时候 可以看得到的历史定位吗 往往是后面的人给你的评价 那我一直在看到这个事情 我站在我的观点上 事实上还是回归本位来 因为你不管你要什么样的历史定位 你回归本位来 得到了明星 你才有历史定位 你不得明星 你再枭雄 你再勇猛 对不起 你的历史定位绝对不好 我们可以从历史上看到 很多人的历史定位 在他自己在位的时候 他认为他丰功伟业 结果到最后的评价是非常差的 所以我倒认为就是说 到目前为止 我曾经是国民党的议员 我还是要再奉献一下 执政党必须还是要回归老百姓的本位来 没错 人民要能够监督 要不然在这么多 不透明的政策 陆陆续续 尤其在两岸方面 那么如果说台湾进入 这样的一个人事 进入一个非常关键时期 因为当事人都已经讲了 我就是马英九总统 换句话说 未来在谈判过的过程当中 其实王玉琪 他坐上谈判桌 代表是马总统坐上谈判桌 他说了其实就算了 因为背后就是马总统 强调都分身 这么空前一个挑战 人民真的可以监督到底吗 休息片刻 马上再回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